薄如铲翼却锋利无比的剃须刀片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这就是制作剃须刀片的原材料 高碳高度马尸体铺锈钢带 这种钢带在热处理之前具有良好的机械加工性能 战火回火之后可以使其具备极高的硬度 同时又兼具韧性 0.1毫米的钢带送入到冲压机冲压成剃须刀的轮廓 每分钟冲压出500多片剃须刀片 此时没有经过热处理的钢带像纸一样柔软 要提高其硬度首先就要经过战火 将钢带送入到高温战火炉 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使钢带在冷水中迅速冷却 这个过程就被称之为战火 为了获得更高的硬度 再次进行冷处理 将战火冷却到室温的钢带 继续冷却到零架70到80摄氏度 此时得到的钢带获得了较高的硬度 但是脆性极大 为了获得一定的韧性 还要对钢带进行回火处理 重新加热在冷却至室温 这个过程就被称之为回火 随后进入到研磨和抛光工序 用油石研磨机对硬化后的钢带进行研磨形成刃口 再经过抛光机去除研磨时留下的毛刺 最后采解成大小一致的剂取刀片 此时的刀片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 然后进入到轻仪式 清除表面的油脂 真空干燥之后 还要对其进行渡落涂层 指其具备良好的耐磨性 再次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验之后 将刀片进入到有机油里 进行防腐处理 最后用蜡纸通过自动包装机 对行进行包装 进行关系列丰盘 做ive刀片 锻编刀 石研磨 石研磨 石研磨